AC01隔板直不直入手把玩 就冲这一对配件来说 已经比TFP出版相多了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款AC01隔板的改动即可玩点 这款AC01隔板料子比较圆润 关节松紧度适中 变形把玩时不会让你感觉太紧 不敢掰 配件包的材质与玩具主体一致 属于比较润的料子 把玩的手感不错 经过简单变形就能将这一对配件组成隔板专用战锤 战锤垂面本身也是隔板的手炮 锤柄链接键还有其他玩法 稍后再进行展示 组合后的战锤整体牢固 你要砸几锤呢 大锤还是小锤 买玩具就是为了玩 而配件包则能增加玩具的乐趣 各位觉得这款自带配件包的AC01隔板人形表现还原动画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款隔板车型的可玩表现 四轮接地 推车丝滑 重要的是出版TFP隔板裂缸的问题被修复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保险 可以将配件包中的保险杠扣上 双重防护 这车型更是稳多了 TFP出版的隔板仅有一个流星锤 安装在车后 有侠特殊的上大锤 我们进行隔板车型的武器加装 将大锤进行拆卸 足以将零件安装在隔板车后 加装激光炮的隔板闪亮登场 看到这里 各位觉得这款自带配件包的AC01格板如何呢